嗨 大家好 我是燕 這支影片呢 其實主要是要來分享 就是我使用過Grab這個APP的心得跟一些使用的經驗 包含我使用Grab之後 我覺得可以小小去留意的一些地方 如果你要去東南亞旅行的話 Grab這個APP其實你有非常非常大的機會你會使用到它 如果你對Grab還不是那麼熟悉的話 也不太清楚要怎麼使用的話 剛好也可以借著這支影片稍微認識一下 我會想要分享的原因是因為我前陣子就是到了泰國旅行 我分別去了曼谷跟華新 那我在這兩個地方我其實都有用到Grab 那我就覺得說它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方便的存在 可是呢我覺得它在曼谷跟華新 其實使用上又有稍微些許的不一樣 想說就是整理一下然後分享給大家 接下來就是我列出的幾點 首先呢先簡單介紹一下Grab 簡單來說呢Grab其實它就是一個提供照車服務的一個APP 如果你要更顯顯易懂一點呢 它就是跟Uber是差不多提供類似的服務這樣 Grab目前的使用範圍呢就是在東南亞的一些國家 有些地方合法有些地方不合法 所以其實大家在使用上也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 透過Grab呢你可以直接從手機就是叫車 根據你叫的車的類型不一樣 收費的標準或者收費的車資它也會不太一樣 就是完全取決於你是叫哪種車 跟當下的那些叫車的一些狀況 剛剛有提供車的類型嘛 那可能大家可能對Uber是比較熟悉的 我就用它來做範圍來稍微的解釋一下 你可以把Grab想像它就是Uber Uber它不是有分座 像是金銀幽布 然後尊榮幽布 寶寶幽幽布 或是說它還有幽布小黃等等的 那它的肌肌的標準 或是說它的車子的一個範圍 可能都會不太一樣 你叫車的時候可以選擇嘛 那Grab也是類似的概念 我先以蠻管的說 如果你要在賣古叫Grab的話 你可以在App裡面做的選擇就很多 像是Grab Bike 然後Grab Tessy 還有Just Grab 或是Grab Car等等的 還有很多很多的Van 就會有很多很多的選項 那就是依照你的需要 然後你去看你要叫的是哪一種車適合你 Grab Bike這個比較特別 它就是摩托車版的計程車 Grab Tessy呢 它就是跟當地的計程車合作 其他像是Just Grab Grab Car 它就是比較屬於私家車的部分 那它們的計程車標準都不太一樣 但是呢 這個是在曼湖 那如果說你是在華新的話呢 其實我們在華新有叫Grab 那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呢 其實華新目前呢 是只能叫Just Grab跟Grab Car 就是比較屬於私家車的部分啦 其實大家都會好奇啊 或是說很疑惑說 那Grab到底合不合法呢 其實Grab在不同的國家 或是說不同的地區 它的合法程度都不太一樣 那像是在泰國呢 Grab Tessy這個選項 它是合法的 其他的話呢 目前都是不合法的 那如果說你要使用呢 就是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或是你有疑慮的話 你就是盡量叫Grab Tessy 不管怎麼樣呢 大家出門在外 還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再來呢 大家可能會好奇啊 Grab它的車資 到底是怎麼算的 然後它要怎麼樣去做付款 我先講付款的部分 你打Grab呢 其實有兩種付款方式 一個呢 是你可以綁你的信用卡 你直接在App綁定你的信用卡 然後到時候就是從你的信用卡扣款 那第二個呢 是用現金付款 就是用當地的貨幣去付款 我會建議啊 如果你是跟朋友 就是一起出去玩 然後在東南亞搭Grab的話 其實如果你要分帳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都是用現金去付掉 或許你可以先收一筆公款 就可以拿公費支出 那這樣子 就比較不會有信用卡付款 然後又要換算匯率 然後又要拆分的問題 我覺得現金反而是比信用卡方便的 那Grab的車資到底要怎麼算呢 你在交車的時候 Grab App的上面 其實它都會顯示那個預估的金額 那這邊要分 就是如果你是叫Grab Taxi的話呢 Grab Taxi它其實是用跳錶的 那它上面的顯示金額 它就是一個預估值 實際上的金額就是 你搭上車那一顆它會開始跳錶 那目前呢 在曼谷它的起跳價是35元台銖 每跳的就是2台銖 可是要注意的是說 Grab Taxi呢 它會在另外就是收取一筆 就是有點類似交車服務費 它在下車人陣要付款的時候 它會在額外的收取這一筆費用 所以就是如果你不太熟悉 或是你第一次搭Grab Taxi 可能會有點嚇到怎麼回事 因為像我們就是 但是其實它就是一個 就是它本來的規定就是這樣子 會另外加收的服務費 加收的服務費呢 通常就是20台銖 那我有遇到過一兩次 它是收到30台銖 可能是因為它的距離 或是目的地的關係 所以它系統可能會跳出不一樣的服務費 但是大部分的公司都是付20台銖這樣 然後如果你是叫其他的車的類型的話 像是Just Grab Grab Card這種的 它就是你App上面顯示多少錢 你下車的時候就是付多少錢 也不用再另外給服務費 所以這兩個部分會是比較有差別的 然後大家可能就會又繼續問說 欸那如果我有走高速公路的話 那過路費怎麼辦 Grab上面的預估車資呢 都是不過要喊就是如果你要走高速公路 要給的過路費 過路費呢 是乘客要自己支出的 但是我覺得 那一次我去泰國 然後搭乘Grab 然後覺得經驗還不錯 原因是因為 即使是司機想要走高速公路 或是他判斷 他觀察下來 他覺得走高速公路 會是比較快的 那他就會去詢問你要不要走高速公路 他也會跟你說過路費是多少錢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其實還蠻安心的 或是你當下你也覺得說 你可能便當作泰山或什麼的 你可以請司機走高速公路 總之就是你有走高速公路的話 就是要自己去負擔那個過路費 還沒有使用過Grab的人呢 可能會蠻好奇說 那我叫車的時候 我需要特別注意什麼 我覺得第一個是 Grab他其實 不是隨時隨地都這麼好叫 其實很多人很愛叫Grab 一旦使用量大的話 其實有時候會有點功不應窮 有時候你特別在接風思客的話 你要叫車其實是 可能會要等到非常久 我是根本就叫不到車 這部分就是要自己注意一下 因為可能你趕時間 或是說你有一個行程要走 還是怎麼樣的 你必須準時等等的 如果你有時間上的安排的話 你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你的時間 我記得大概有兩三四 叫車是叫不到 或者是你要選擇 比較貴的車的類型去叫 或者是說叫了 然後要等個20分鐘 也有 就是要看你家人當下的狀況 然後去做個一邊 再來第二個我覺得 比較需要注意的可能就是 你在叫車的時候 你叫到的話 其實都會顯示 司機的資訊給你 包含車牌號碼等等的 車來了你還是要稍微的 再確認一下車牌的號碼 因為我們就曾經遇到過一次 我們在曼谷市區裡面叫車 我們現在要去河冰夜市 結果呢 我們就在那邊等 結果車子好像來了 然後我就一直找不到車 然後結果莫名其妙 我們看到那個grip app裡面的那個車 它會定位嘛 我們就發現它就是慢慢的 又開遠了 那一趟就是真的是羅生門 因為我們就是 完全等不到那台車 而且那台車可能真的是 載了某一組客人 然後就一直往河冰夜市的方向開去了 那我們也不知道說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就只好放棄 也還好我們選的是現金付款 所以就是比較不會有信用卡被口罰的問題 我們就真的只好就是再叫另外一台grip這樣子 就是你會有點疑問就是這種事怎麼會發生 然後好像這種事情發生的機會根本不大 可是它確實發生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當作提醒大家 就是還是要稍微的去留意一下 如果說整體的grip大神心得的話 我其實對於整體評價其實還蠻高的 就像我在台灣可能我用uber 我也會覺得很好用 在東南亞用grip其實真的也很方便 你不用在路上去拿計程車 或是說跟計程車含假等等 而且我們其實遇到的很多grip時機 它其實都很友善 而且很熱情 我們有遇到過就是 有些可能也會很沒有保留跟你聊天 可能問你從哪裡來啊 可能就會想問他說什麼泰語怎麼講啊 然後他們也會就是很熱情的想要教你 然後就覺得其實這樣的大神經驗就是非常的好 白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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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叫做白條 白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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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語小教師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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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曼谷我們其實也沒碰到什麼太怪的搭乘經驗 然後整體是還蠻好的 比較特別的經驗印象深刻的經驗就是 我們在華心的時候 是華心喔 就是我們叫客人的時候其實 華心好像因為就是他只有試駕車可以叫 也不是合法的 所以其實使用上要特別稍微的留意 但是我們遇到的狀況也不是Grab本身的問題 就是我們叫了車 我們在某一個經驗前面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我們就叫了Grab他來了 我們準備上車 我們人其實都坐進去了 然後要準備關門的時候 突然呢 跑出一個人 然後呢 他就是抵著門 不讓我們關門 因為他講的是太語 口氣就是非常非常的兇 就是臉也很臭啊 應該是在罵我們啊 或是說在罵司機 我們其實真的聽不懂 他就是不想讓我們離開 我就想到說 喔其實我之前做功課的時候 有人分享說 其實在華心叫Grab的話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其實當地的計程車 其實非常非常不懷疑 不喜歡Grab 所以其實會有靈性 像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那我們真的就是遇到了 那當下其實有點緊張 可是他其實沒有對你怎麼樣 他可能在宣洩他的情緒還是什麼的 那我們就是最後就是跟他僵持了一下下之後 是我們大家集體出身 就是有點像是要支持他 他才最後很用力的把門甩上 放我們離開 我們大家其實有一點錯 也有點嚇到啦 事後回想才會想到說 其實我們在華心 在前一趟搭那個Grab的時候 那個Grab實際上 就有跟我們說 就是我們叫車 或是說我們要搭的時候 要離那個有計程車中戶站的地方 就是稍微離開遠一點 我們也有一點就是 太沒有警戒性了 所以就是讓他發生了這樣子 那當然大家也是可以去找 當地的計程車搭啦 那Grab只是一個使用的參考 我自己是覺得很方便 那安全性上面 我其實覺得也 不太會有顧慮 可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 不在異地 就是稍微還是要去 留意一下自己的自身安全 然後接班同行會是最好的 最後算是順帶一提啦 曼谷其實他的路況 然後堵車狀況 其實是蠻嚴重的 尤其是在肩鋒時刻 就是真的是可以看到 車震就是完全動不了這樣 如果你要搭計程車 或是叫Grab的話 其實你就是 可能就是要多去評估 就是確保你從A點到B點 中間的時間是夠的 因為我們就真的曾經搭了Grab 然後完全被堵在路上 然後堵超久超久 以至於我們後面的行程 就是受到影響 不管是 藍車或是叫Grab 都是一樣的 其實就是會有一點點 小風險存在 那大家可能就要稍微的 去評估一下自己的時間狀況 雖然當地的計程車 Grab真的很方便 然後相對來說 車子也算便宜 但是可能就是 會有獨特的狀況發生 所以還是要稍微的 去注意一下 自己的行程時間 那以上呢 就是我的一些Grab的 使用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或是覺得 影片很實用的話 請幫我按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有任何享受的話 也歡迎留言給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See ya